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痛啊 她的性格實在太骨強太堅強了 她真的不肯用格輪子 好好好 但她有一個很開心很開朗的性格 她會在地上磨尿 那可能你要幫她釀紙尿片 她會在地上磨尿片 好生氣了 現在都要咬咬 因為她真的殘障 其實我們都建議在你睡覺 或者不在家的時候 放回她進去的籠子 減低受傷機會 她的壽命對比起一般的家庭是比較短的 醫生是沒辦法估計她可以活到多少歲 因為她曾經經歷過這麼大的手術 她的身體會很弱 很容易會有病 感冒啊 貓溫啊 需要內心和包容她 照顧她 當我們跟領養人分享這些需要特別照顧的條件 很多時候我們的領養人都會卻步 如果真的不幸幫不到Cady找領養 我們都會願意照顧她的下半身 我們都希望可以盡我們的所有力 去延續她的生命 讓她過一個快樂的下半身 很好